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样的泥天大谎 她也撒得出来 就不怕折瘦吗 老师 今天你是 唯一一位女嘉宾 看一下我们接下来 就是三位男嘉宾的 一个小视频 然后来决定 出场的男生是谁 就我挑是吗 对 你挑 你最想见到的 她都别来了 我们就早点开始 早点结束 多好 自有习武 记忆高 你是有武功的吗 会不会打我 你也问 我骨头不好 会不会被打蛇的 乃洋洋 我每天都在用生命在搞笑 我还非常喜欢一首歌 因为爱 所以爱 好玩的 用生命在搞笑的 对 跟我走吧 机会极致的自己 你不用那么危险 有你的聚会就足够了 托尼总监 阳光一点的 帅气一点的 我决定要第三个 好 那我们首先要请出的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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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是意大利文 超年 阿波拿多 美术 阿米连多 蝙蝦 蝙蝠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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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蝙蝠合等等 先帮你 帮你 蝙蝠合来说 有灯笼 没有灯笼 有哪一只呢 这是第一位 生命在搞笑的 我有摆多看到你太太很美 摆多 不用摆多 我每天都看到她很美 你好幸福 多么养眼 而且心境奶爸 刚生完 第二位呢 来不来 快进来吧 欢迎铁铁鸭同目老师 你好 吴岳老师 吴岳老师 咱老孙就要做齐天大赏 虽然比赛有胜负 但武功是不分高下的 你好 哎呀 姐 兄弟 好久不见 我儿子 我儿子 真的吗 我养过祖兰的爹 但是你跟我年纪差不多 对 都是九零后 对 坐 我很想你 先恭喜 我孙子还是孙妮儿 孙妮儿 太棒了 女孩 我的闺女两岁了 太可爱了 超可爱 回北京吃饭 我们这是个育园节目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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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 Tony总监 现在还冷吗 不冷 喜欢一个人 那是要对他好 而且要对他好一辈子 那才叫喜欢 喜欢的话 你就拿去好了 小心让我把他拐跑了 你好 你好 新年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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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帅哥 你好 你好 那么帅我第一个叫你出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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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不送 走 走 不录了 这节目没法录了 他说看颜值 那些 行 坐 你看 你绝对没到没朋友 然后 感觉气氛挺紧张 Tony老师 你紧张吗 他一看就是准备的特别充分 我大概算了一下 我今天一天 所有的这个东西串下来 我配16个人 对 我也肯定是超过10个 我在看你们吓唬大家伙 祖兰哥 有过配音的经验 有很多奥斯卡的那种经典影片 都是祖兰哥配的 虽然我长得不帅 但是我配的都是像斗霄这种帅哥 我配的是金城武的粤语版 周杰伦 还有 Johnny Depp的广东话版都是我来的 我是粤语拼音出道的 粤语拼音 普通话就好难说了 我知道女中戏语的 四点半睡的觉 早晨七点开始到的 我也三点多才睡 喂奶 我来长沙是来吃饭的 不是一般这么说的 都是准备的极其充分 才不呢 就像那些在学习的同学们 考试之前还是跟大家说 我还没准备好 我好紧张 一开始 你们都很有心机 我们还真没有这个 真过了这四季 咱们已经过了这岁路了 快点开始吗 快了 快了我就再练练 你为什么要跳这段呢 太长了 这独白吧这 哎呦妈呀 我这想死的心都有 我告诉你 我看完压力好大 半夜之啊 一整夜满满的 张和老抛酒醉杯 天一连环 本来不紧张 都被你们弄紧张了 那么多人啊 好好好 好好好 赶紧吧 开始 生临其境录制即将开始 现场五秒倒计时 五 四 三 二 一 欢迎生临其境的发生者 海叔 观众朋友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国首当原创声音 魅力敬演秀 声临其境 本节目由喜马拉雅APP 独家冠名播出 现在下载喜马拉雅APP 即可领取百元红包 参加投票等活动 还有千台iPhone和小雅智能音箱 等你来抢 共同分享超级大奖 大家好 我是凯书 声音指导团 掌声欢迎我们的声音指导团 黄岸老师 张国立老师 张铁林老师 哇 铁三角登场了 这三位穿的是情侣服啊 对 三位老师你看多蓝 蓝阴阴的 小精灵 同样掌声欢迎我们的芒果新生班 杜海涛 梁田 刘烨 刘欣然 刘瑞麟 本期《生临奇境》的主题 叫做《跨界之声》 柯兰老师之前是主持人 后来转的演员对不对 然后祖兰哥也是主持人之前当过 吴岳老师当过主持人吧 我没有 我之前是武术队 那您做了多少年的武术 六岁到二十一岁 你原来是干嘛的 我就是剪头发的 真的假的 这么厉害 四位声音大咖 好 请亮相 真的 好像奥斯卡 有请一号声音大咖 请亮相 哥哥 你哪儿不舒服呀 安天井还是安有备呀 大哥 你此历不 这历道咋样啊 下次还要找我啊 我是一号技师铁壁阿童木 嘎嘎一嘎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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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你是东北的是吗 我不是东北的 很棒很棒很棒 这一段是太流畅了 这一段 这东北式按摩嘎嘎的 为什么叫铁壁阿童木啊 哎呀 头硬咩 头硬 头硬 脚上 腿上 那都有盔甲 啊 我们听听二号声音大咖 请亮相 挖个坑啊 买点土 数个一二三四五 自己的地 自己的土 种啥都能 长红薯 大家好 我是种田小能手 铁猪 你跟铁壁阿童木是一对 为什么叫铁猪呢 皮是 好养活 哦 好啊 铁柱 能听出是谁吗 听不出 来 三号声音大咖 请亮相 哈喽 大家好 我是三号 全季最时尚 当然烫大牌档 你的美丽我来塑造 大家好 我是三号声音大咖 Tony总监 今天 想烫个什么发型 刘海要不要修剪一下 没事 半张超级会员卡 统统帮你搞定 宝贝 宝贝 乖 宝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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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ng me 你真的在不错 你真的在不错 那颗 回头咱留个危险 我这头发不好弄 你知道吗 你跟刘德华是一样的 刘德华原来不是剪头发 我在温哥华 你说刘德华一下 是不是会剪头发的都长得帅 老慧聊天了 这是男的吧 一般Tony老师都是男的 对 这凯叔不认识Tony 那是太正常不过了 来听听四号声音大咖 请亮声 欢迎订阅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本次航班首长 马亚亚明 这个好棒 来了一会儿 有什么线索没有 听是听不出来 这要是能听出来 我刚才听一点 元宵喜乐会的时候 一起有过一次工作 他平时生活中 就是把自己可以 就是转变得很好的 这样的一个人 他就是跨界 他什么都干 像喜剧演员 你看 做出了回应 我们是不是之前有见过 你说什么我听不明白 不用多交流 我已经心里有书了卡 我爱你卡 唏嘘了 喜马拉雅出了一个声音鉴定功能 说话就可以了 真的假的 只要打开这个 发现里面有个声音鉴定 这样一点开 我刚刚就把他们的名字输进去了 懒洋洋 声音年龄只有十三岁 然后呢 相似的明星真有 真王俊凯的相似度到达了百分之八十二 哇 哎呀我天哪 再来一个Tony老师在吗 Tony总监 声音年龄只有十二岁 而且他的声音和易洋千玺相似度比较大 哎呦我的天哪 哎这个 那这么说王源也在后面是吧 还真有王源 哦 赶紧来下载喜马拉雅APP 搜索声音鉴定 就可以发现你的声音跟哪个明星最相似了 好的好的 马上进入声音之战 第一轮 经典之声 哦 这就开始了 反应 哇哇耶 哇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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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轮当中 四位嘉宾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只用声音为我们演绎不同性格 不同形象的角色 首先有请一号嘉宾铁壁阿童木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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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加油 这个能拿走啊 可以可以拿走 好厉害啊 脱稿 脱稿啊 不可能啊 老师你戴耳麦了没有 那我们不戴耳麦 你不戴耳麦 老师你是我见过第一人 不戴耳麦 不看稿 一般的准备好的都是这个人 铁壁阿童木 为大家带来他的第一段 这段有意思啊 配的是音 但是他不怎么说话 他给我们带来的是 醉拳二 他为成龙黑 我觉得醉拳很难 他不会是自己要动一样的 他不会是自己要动一样的 活动一下吧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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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后期准备好 做三百个表情包 好 老师 哇 好棒 太厉害了 我只有你能配 我的天哪 哇 不然会养了你 出汗了 累不累啊 阿童木 铁壁阿童木的声音 太累了 这段整个录下来 眼冒金星 他抬头可以看到整个宇宙 我们都看着眼冒金星了 对 太累了 太累了 现在缺氧了 一套真真正正的醉拳 在黑音间呈现出来 我想问问孟辰 就是我们一号的那个铁壁阿童木老师 上来的时候喝了点吗 没有没有 老师的状态是说来就来 配音间太小了 不够老师舞的 不然老师都可以上天 我跟你说 有一个就是踢腿的动作 哇 老师那个腿都快挨到他的头了 功夫了对 肯定演过舞打片 嗯 我还要说一个 老师就是两季生灵其境以来 唯一一个不看稿 还不带耳麦的人 我有麦 那可厉害 就刚才他那个状态 他带不了麦 线都得让他崩断了 麦飞了 甩飞了 是的 铁壁阿童木老师 因为他身上的功夫 刚刚我们是肉眼可见非常好 他的那种节奏 他是生形合一 我感觉他应该不单单是武术 冠军出身 他应该也是正经在舞台上 锤炼过的这种舞台的演员 没错 所以我觉得锁定了几个人 没错 就是吴京 赵文卓 然后张晋 然后吴京和吴岳这四位老师 你已经提名了 快了 快猜出来了 身后武术界F4 开场开得特别好 拍这种功夫片的 后期配音的时候 你要把一个 打出去一拳的感觉和 挨着身上挨一下的感觉 这种要配准了都不容易 刚才铁壁阿童木 这一点上我觉得特别好 出神入化了 生临其境我们录播以来 这一段是所有的作品中最难的 夸奖 太棒了 太棒了 太厉害了 谢谢 太棒了 哎呀 点评子好 好认真的 我觉得他们一点评反而紧张 对他们一点评就紧张了 我现在心跳好厉害 下一段其实相对节奏会 舒缓一下 他为大家带来的是 《让子弹飞》 他给姜文配音 哇 玩的声音很难 是啊 他有自己的特点了 我可以听他紧张 太像了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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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开始紧张了 真的 我好像也紧张了 现在反而希望当第一个人 你知道吗 你现在可轻松了 《生临其境》 我们有的时候会让人们感觉到 哇 这个演员来了 他的第二段做到了 听起来特别像姜文 对 真的像 我听不到 我听不到 你特别像他的声音 能把语言的节奏协调得这么准确 完成得非常好 好 别掌声 谢谢 特别棒 你们注意到没有 这个铁别阿童木选的都是这种硬汉题材的片段 他应该不是一个小姑娘吧 除了第三个是小姑娘以外 没有小姑娘现在里头 第三者是你儿子 之前合作过 还有跟王刚老师也合作过 这时候我特想问问三号软软的托尼 怎么评价他的表现和他的选择 太刚了 我这一脑袋鸡皮疙瘩你是看不见的 不头皮发麻 好 那这样 我们听听第二位好不好 好 哎呀 记得记得 加油 第二位从他的启名上 文敏能感受到他的审美 也是条汉子 哎呀 我的妈呀 这招的我都蓝一 都蓝一 啊 他的第一段经典之声给我们带来的是 功夫 他给包租婆赔 哦 哇 包租婆啊 真的好熟悉 哇 哇 哈哈哈哈 快看 哇 这个厉害了 他好演 包租婆嘛 有请铁柱 有请铁柱 对啊 整个月初也不够做这么多话说了 哇 哇 好香啊 但是我个头洗到一半 你来关水喉 我怎么知道关水喉 只要就不用够做什么事不轨 哼 这么好骨骨骨 你呢 等你一成四做故事 差我几个月 就见到我早上都不叫声 有点厉害啊 有点厉害啊 滴得你这么英俊了 哇 哇 厉害了 厉害了 你这乐语 这么好 没有人 好 我不在琴哪 然后突然 哇 包租婆的那种婆娜形象的塑造 我真的在里面进去 他应该不只手上有道具 他嘴上也应该有道具 铁柱老师是一个完全没有包袱的艺人 在开始的前一秒 把自己头发弄得稀乱 然后就是为了贴近那个包租婆的角色 哇 太好了 真的 这个包租婆真的比那个电影原版的包租婆 还凶 凶神恶煞的 但是我看她的身材呢 又比较娇小 因为开始想着铁柱以为 像贾仁姐这种身材 像贾仁姐这种身材 娇小有可能 周迅她本身是会粤语的好像 对 除了汤维 周迅 还有刘璇 你说的这段特别有意思 因为她下一段经典之声 给我们带来的 就是《红高粱》里边的九儿 好 红高粱 要换角色了 你看 我发现老师真的是一秒入戏的 包租婆的时候那个状态和 她这个时候的状态完全不一样 你真的越来越紧张了呗 我刚从极关那儿回来 极关没法救 花闺女真在日本人哪儿 余展奥你不能去 鬼章着网等着你呢 但是我鬼章 我必须得去 你去就是死 我死了也得去 放开 余展奥你是个男人 你也是这些队伍的资历 你不仅是奇怪的爹 一定要好好打日本人 你才能给他报仇 你要是瞒开他就白死了 余展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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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归你没了 没了 我归你没了 我归你没了 太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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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他时间出现 这个得缓一缓吧 这个 这一段真是好啊 他不是来配音的 他简直就是在出演一个人物 作为妻子跟母亲 自己的女儿当时如果落到日本鬼子手里 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 他全表现出来了 层次非常分明 同时接续的也天衣无缝 非常好 豆香 啊 紧张吗 紧张啊 怎么可能不紧张啊我们 觉得他是最不紧张的 因为他一看就是准备的特别充分 你从哪里看出来的 从头到脚 主要是托尼老师自己弄的发型是吧 很自信 来洋洋 好好说两句话 好好聊会天行不行 真的好紧张啊 你评价评价前面两位老师的表现好不好 他们超级棒 我怎么办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就拼了 拼了 来 托尼准备上场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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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加油 托尼老师 加油 快去吧 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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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 托尼上场 可以 托尼总监 给我们带来的第一段经典之声是 变形金刚 变形金刚啊 他为机器人配音 而且还不止一个 他说英文吗 英文 英文 哎呦 太厉害了 变形金刚这不是凯叔饭碗里的东西吗 我认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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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名字 players 如果 屈我们 好 想不 Ent 迟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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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爲贯 迟旁 除奏 mort 我沒有用面身器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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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trol Zeus Baby free at last Thanks to Megatron, I'm free at last Thank you, gonna miss you Tim Thank you for your heart fatality Brad By the way,Aaron gave me say hello to your wife for me Oh my god 這個沒有用面身器嗎 OK And last but not least Berserger You wanna suck your blood Absolutely not There are limits,pick again Unslaught You need a bigger door Great thank you Yes What do you really want Megatron Would anyone wants human To go home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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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頭皮發麻 Wow 這個厲害 這個厲害 金屬感佩服 瘋了 你手上沒東西吧 真的 這是一把好想 你是剛是自己變的嗎 自己肉桑 肉桑 媽呀 是 這個聽到真的我頭髮都竖起來了 你知道這個變形金剛 我在五部電影裡邊為青天柱配音 但是你知道我們在配音的過程當中啊 聲音是經過技術處理的 嗯 有變聲 這個一開始我還懷疑 它的聲音也經過技術處理的 後來我仔細聽不對 它是把一條肉嗓子發揮到了極限 人形變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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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掌聲送給托尼總監 Wow 厲害 厲害 我可以退賽嗎 來得及嗎 來不及 來得及嗎 別嚇我認真的 別嚇我認真的 我認真的 我退賽了 我直接宣布退賽 來不及了 你要喝點水嗎 我得喝點水 太肥皂了 真是太肥皂了 全完蛋 哇 哇 哇 這位我就特納悶啊 聊起天來這個人這麼柔 怎麼配起銀來這麼肝 怎麼配起銀來這麼肝 他一開始說話的時候我們覺得太肉拔了有點嫌棄 然後一配音的時候馬上愛上這個聲音了 來 威震天的聲音你再說一下 我認識你嗎 威震天 人 哇 這個說變就變好厲害 他這聲音都不是說從胸腔丹田出來的 這從尾椎鼓出來的 第一段如此驚艷 第二段給我們帶來的是 修修的鐵拳 哇 回歸托尼總監本質了 你就能理解他為什麼 剛才一直是用這樣的方式跟你說話 因為他要反串馬力 哇 要配三個角色 有請 有請 修修的鐵拳 阿良 你怎麼不接電話呀 你怎麼來了呢 這段馬力真是這樣 這個小賤人 還跟我這装矜持 幹嗎 阿良 看 誰 幸會 這誰啊 回答他 是嗎 出此見面 我是馬曉丹為領導 雕副主任 他就是你經常說騷擾你的副主任 肯不是嗎 他肯定來騷擾我 他肯定來騷擾 他肯定來騷擾 只怪你幾次感到 無良我就被棠 好你個馬小 行 都得死 無良是吧 這裡邊 還有一個 他肯定來騷擾我 他說 他說 她说 她笑话你 大了这段文化 怎么回事啊 托尼老师是谁啊 托尼老师就是可男可女 可人类可外型人 他跨的不是界 他跨的是物种 厉害 刷新了我对他的认识 因为以前我认识的他是 阳光帅气开朗的一个大男孩 但今天认识的他 就是觉得完全不一样 没想到他的声音跨度可以这么大 而且他每一段 就完全就是吸粉的状态 这是宝藏男孩 我有一个突出的感受 我觉得Tony啊 对于《生灵其境》这个节目呢 有一个重要贡献 就是他有机会让我们看到 用声音塑造角色 从演员来说 他的可塑性 可以宽到什么程度 在我的印象里头 好像是我印象中间最宽的一个 所以这个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演员 他需要所具备的创作能力 之深之远 他的可能性 所以我认为Tony呢 这次来《生灵其境》呢 是对这个节目的一个重大贡献 很棒 很棒 四号懒洋洋啊 除了洋教之外 一直没正经说话 懒洋洋 你还在吗 你还在吗 我感觉懒洋洋已经下线了 懒洋洋 他走了 他 他走了 他怎么敢走呢 回来了 懒洋洋回来了 我退赛了 我直接宣布退赛 在Tony老师配完第一段的时候 四号懒洋洋老师单方面宣布退赛 退赛失败了 他很无助 现在 来 懒洋洋 懒洋洋 别退赛呀 有早没早 咱打一杆子再说呀 沙瓦迪卡 我要退赛了 不让退吗 别紧啊 配完再说嘛 你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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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浅浅 援你胸口 下一位 蓝洋洋 加油 加油 有道具 蓝洋洋一定要表现出你的优秀 好吗 洋洋 观众笑起来了 当蓝洋洋一走到那个话筒那儿的时候 一下他们就把话筒给降下来了 这是个重要提示 就这个人身材一定很高大 是吧 之前在这个舞台上配动画片 最多是一人是八角 今天他一人是九角 哇 那九角 破纪录来了 蓝洋洋给我们带来的经典之声 是一部动画片 欢乐好声音 好好看 有请蓝洋洋 各位独唱歌手 还有 Johnny Mike Peter Richard Daniel 还有Ray Mike Woohoo What 不赖老兄 你入围了 谢了 你真是内行 还有你Peter Woohoo Yay 另外最后一个 让我想想 我的天啊 太抱歉了 我今天怎么了 谢谢你的参与 谢谢你的参与 怎么了 亲爱的 你你你怎么了 我送你去医院 你挺住 我的决定是 好了我的决定是 Daniel 谢谢Johnny Daniel 听到了吗 你也入围了 什么 你在跟我说话吗 是的 我刚才说 你 已经 天哪 累死我了 Johnny 你入围了 别走了 谢谢 拜拜 太好了 好了 以上就是入围歌手 糟糕了 烂了 Losita Losita还在这里吗 在呢 我在 我在这 Losita Losita 里有天来的声音就是形象上 我知道 所以我该怎么办呢 我想我可以给你找个搭档 Hant 你还在吗 Yeah 我还在呢 哈哈哈 Yeah 他会是舞台上的亮点 等等你想让我跟他一起 Yeah 我可以一起的 你就瞧好了 我们一定会狠我辣的 哈哈哈哈 哇 真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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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玩饭开了 专业 专业 专业专专业 他哪是录了九个角色呀 他录了十个角色 还有一个是 你九个也好 十个也好 真的是太难太难了 无法想象 而且粗细 高低 大小 他这个声音的变化很复杂的 最难得的是 他这九个角色 没暴露他自己的声音 我们开始都以为 托尼老师 把羊的毛都给剔了 没想到这个羊这么厉害 蓝羊羊 给我们再带来一段 心理醉 哦 城市之光啊 心理醉 他为江亚拍音 哦 有请蓝羊羊 我们下期待 方警官 你在跟我讲故事吗 故事永远都是故事 跟梦一样 都是胡思乱想 胡说八道 就跟植物人那里说的 根本不能当作上了法庭的证据 对吧 我刚说好自说对吧 妈妈 我开玩笑的 把我 太棒了 太棒了 笑是最难的 太累了 太棒了 而且这很累 太棒了 太棒了 笑真是最难的 好变太棒了 笑得我都冷了 太棒了 她生命真的挺快的 真是专业的 太棒了 太棒了 突然像八块儿伏肌 对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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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最后那声笑 要露没露出来那一点 一下让你听得头皮发麻 好变态 对 她不但是个变态 不但是个疯子 在这段笑的过程当中 那段台词还要有挑逗的功能 对 而且她这个笑 就是完全不同层次的 一开始是那种释放 到了她第二次笑的时候 我的寒毛全部都竖起来了 懒洋洋 你说退赛是太谦虚了 她装的 太牛了 绝对装的 装的是吧 她说她要退赛 我不是觉得故意的 因为她前面的几个对手 确实都很强大 谦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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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之前我有了解过她 她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配音演员 给很多好莱坞的电影配过音 而且我觉得今天这场 生灵奇迹就太好看了 每个人拿出了自己的绝活 我觉得太过瘾了 有的可猜吗 PPT已经制作好了 这一期PPT太难做了 终于到这会儿憋出来一个 给大家简单地分享一下 就可以看到中间肯定是一个羊 支撑着整个我想表述的东西 整个刚刚表演完这几段之后 让我越来越觉得 他就是我觉得的那个人 首先第一段看完了之后 觉得这个人很百变 一定是个大咖 百变大咖 接下来他又很自如 但是在这个自如的过程中 又有很多的控制 但了解他的人 特别可以接受他的那个笑声 对对 魔性 对对 魔性 摇摆齐了 说到跨界呢 我觉得他又是一个主持人 让我觉得他厉害到无法阻拦 海涛 你算是豁出去了 太不容易了 太不容易了 牛的 你真的是牛的 但是很多普通话也是念错了 没关系 太牛了 太牛了 他很有空间感 他说话声音很有空间感 好 经典之声到这里 你们的福利也到了 要在四位声音大咖当中 请出其中的一位 站到台前 到底请谁 你是要选一个吗 几 八号 三号吧 三号 三号 我 四 四 四号 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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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孩呼声比较高 对 三号 三号 四号 你们俩一块下去 看来三号和四号的呼声最高 是不是 对 那这样好不好 我们再请他们两个人 各配一段 四号 三号 三号 四号 三号 有请蓝洋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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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洋洋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精神分裂的角色 就是指环网里边的咕噜 哇 他这个真的太难了 一个比较难 有请 what did you say master looks after us now we don't need me too leave me now and never come back leave me now and never come back wow oh 靠你 太棒了 原生 对吧 真的就是原生 是用原生对着他的口型 对 真的是原生对着你的口型 特尼老师给我们带来中国兄弟脸里边的唐庄老太爷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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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人 杀人 上千连眼睛都不眨 还经不住老朽的几句话吗 哇 尔灯 今日 今日之举 已经不把我花下百姓当人了 你会说我汉华 想你也是知书达理之人呢 可尔灯 今日 挣着西洋人的法度力气 竟把厚德邮邦当成了牛羊一般的宰割 今日 我唐庄 虽造灭族之火 不过是菊庄一死 可尔灯的作为 却为后人 留下了永世难喜的罪过 哇 这个中情好多啊 我花下又发达的那一天 到了那一天 以我花下一德抱怨的本性 未必会和你日本国寻仇 但是你记住了 而如果尔灯子孙仍旧不改这禽兽不如的作为 且 毁灭了你 这帮畜生 完全不同的风格 太厉害了 说不出话来了 本场最神秘的人 偷你了 如果你喜欢刚刚的配音 去喜马拉雅APP 为他投票 可以领取百元红包 还有千台iPhone和小雅智能音箱 等你来抢 你看就是加赛配的都这么好 怎么选择 我不管了 看新生班的 三号吧 四号我们知道是几个 到底请谁 我们选三号吧 好好商量商量 经过了我们很揪心的这个讨论过后呢 我们觉得有一个人 是在第二季以来 一直都如此神秘 让我们唾切地想 我们想马上知道他是谁 我们想请出的是 无法阻拦的 三号老师 快快快 那就有请三号托尼总监 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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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托尼是谁 哇 托尼老师这个太刺激了 注意安全 我藏下 我école 我 refund 你不要 你肯定定 你肯定定 不许多 你肯定定 你肯定定 这许多 你肯定直 想像 走了 为一个人 放弃一座船 我想我是温柔转 失去 冻枫 不会吧 失去一个人 爱的尽头没有任何说 都交好 这个真的没猜出来 我的天哪 真的没想到 大家好 我是Tony总监 打死我也猜不到 没想到啊 每一位声音大咖在上台之前 其实或多或少都会有点线索了 对不对 你今天是真没带拖来 胡迈是什么时候练的 在拍《狼图腾》的时候 天天跟马队的那帮男孩子们摔跤 然后他们也拉琴 所以说金老跟他们学 学会了 他也没有说刻意教过你 你就是跟着学和你 有我教过一些 有我教过一些 说来就来 今天用胡迈的方式去配机器人 给我们带来惊喜 其实他的声音变化平时就特别多 据说你会说各个国家的英语 各个国家的英语 是这意思吧 会一些口音 先说纯正的英文 通过最好的和最弱的 通过最艰难的和简单的 通过最艰难的 一切来的 我会永远在那里 你会嫁我吗 是的 我会 印度式英文 做得最好的和世界 做得最困难和简单 做得最困难和简单 我永远都会在那里 你会嫁我吗 是的 我会 我在看保来乌乌电影 吃完就要跳起来了 我们挑战一下那个无法阻拦的 泰国式英文 OK 做得最好和最糟 做得很难和很容易 我会来 我会永远在那里 你会认识我吗 我会认识我 好棒 太厉害了 太好玩了 还没用中文说呢 那得多酥啊 好 宝贝 宝贝 谢谢你们今天能够来到这里 非常感谢你们 感谢 好 谢谢窦霄 也期待窦霄后面魔力之声的表现 有请 窦霄的声音是有极大的宽容度 可以学女生 也可以做男生 留下了永世难喜的罪过 我相信像窦霄这样 用心地学习和这种执着的态度 会使她将来有很好的创作空间 接下来是声音之战第二轮 魔力之声 嗨 嗨 最近几年啊 动漫圈有一个新的现象 很多新的动画片上映的时候 除了正常的普通话版本之外 在各地还会出现方言版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魔力之声 你就可以用到喜马拉雅APP里边的 去配音功能 今天请四位声音大咖 用方言配一段小猪配棋 小猪配棋 我们请窦霄配棋好吗 好 请阿童木配爸爸 请铁柱配妈妈 请懒洋洋配苏西 所以今天跟洋杠上 真的吗 小猪配棋 现在开始 我就是一听到这个包租谱 我就觉得想起了那些年 被房东催交租支配的恐惧 那这样呢 我就推荐你上这个安居客APP 因为这上面呢 房源特别特别的全 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 一定有一款适合你 就不会遇到包租谱啦 拼着买更便宜的拼多多 提醒您稍后看店 声音大秀 我要把整座城都删到太阳那边去 下雨输一敷啊 孙芳你终于来了 你天大 谁是现场观众最喜欢的声音 请投票 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声林奇境 收集在线青少儿英语 VIPKID 学青少儿英语 上VIPKID 喜马拉雅APP 声林奇境 待会儿见 喜马拉雅APP 声林奇境 现在继续 您现在收看的是 由喜马拉雅APP 冠名播出的 中国首档原创声音 魅力敬眼秀 声林奇境 本期节目 为观众朋友 准备了声林奇境大礼包 下载喜马拉雅APP 搜索关键词 声林奇境 即可领取百元黄包 还有千台iPhone 和小雅智能音箱 等你来抢 感谢首席在线青少儿英语 VIPKID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学青少儿英语 上VIPKID 有两位小小声音大咖 也来到了节目现场 我叫张欣一 今年七岁了 我叫张汉和 我今年十岁 我每天都能在网上 和外教学英语 展示一下好不好 I'm Ola And I like Bram Hux I'm Anna Hey who's that funky looking donkey over there That's Finn 太棒了 不但二楼 每个人都那么厉害 我们一楼也有大咖 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你们也赶快下载 VIPKIDAPP 免费领取收听上课的大礼包 就可以让你的孩子 和外教老师 一对一地学英语 小猪佩奇 现在开始 该是佩奇 这是干地 乔治 这是干嘛 这是干吧 小猪佩奇 爸 那能啥呢 那能啥呢 我让你看宝石来 那咋发出 那可奇怪的声音来 我再吹客 哦 吹后要很好玩 你也傻呀 我不知道咋吹 你很久呢 把你手 最捆起来 然后吹就是 是的 把你小猪 给吹个小� like 太好了 aj 最后的也能吹个小乔了 阿 firstly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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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一家子绝对不是亲生的 杜小 你是西安的 对不对 感谢 国历老师 这个配音比赛 您要是去参加 就更好玩了 那好 那我可以去那个叫喜马拉雅的APP 参加这种方言配音大赛 但是有一点您一去 无计奖品多少您拿 不会 不会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下载喜马拉雅APP 围观方言配音作品 就可以领取百元红包 还有千台iPhone和小雅智能音箱 等着你来抢 赶快去参与 好了 此时此刻 新生般的福利 我们就要揭开第二位声音大赛 国长 好 好 在节目的不断的推进的过程中 其中有一位老师 不断的变换 简直无法阻拦 我们想请出的是 四号老师 有请四号 蓝洋洋 他要跟他碰他 拜拜 拜拜 大家 مة素コア 负责 沙瓦迪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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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兰哥 是不是我那一长段形容完之后 你有一种赤裸裸的感觉 我真的完全 我家里面就心很虚 苏兰真的是多变啊 演员 歌手 主持人 而且做过专业配音演员 是不是 是的 17岁的时候就开始粤语配音 金城武要用粤语帮他发音 大概是什么状态 我是金城墓 我漂亮不漂亮仔 你们觉得我漂亮不漂亮仔 男仔 男仔 对了 祖兰还有一个本事 其实刚才一直没有展现 祖兰可以现场拟 而且她不用道具 你讲故事 那我说到哪儿 你就要配到哪儿 好 在星期五晚上的八点十分 王祖兰闲得没事干 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视 给自己倒了杯红酒 电视上正在放 星球大战 光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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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育频道正在播放 F1赛车的比赛 音乐频道正在拉二红 太棒了 电视购物 卖吸尘器 卖电钻 卖电钻 挂物刀 动物世界 里边有公鸡 母鸡 小鸡 鼻皮 鼻皮马 马旁边有头猪 池塘里有青蛙 突然出现一只恐龙 空气 多网 恶物 快乐 公正 小鸡 好厉害 哇 Oh 太棒了 他是音频素材库 我们就现场录点 第三季够用了 对 后边还有声音大秀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组来 好不好 谢谢 他很灵的一个演员 他蕴含的能量那么大 而且声音的跨度也不小 吹拉弹唱无所不能 逗小纸 太厉害了 太厉害了 真的太厉害了 赞 你才是真正的宝藏男孩 吓死了 太厉害了 你怎么学鸡 你再学一个 还在打鸣 这是鸡打鸣 楼上我们办了一个养鸡场 请大家见谅 请大家见谅 时光飞逝 这期节目转眼已经录到天亮 攻击大名了 好 我们现在 还有两位声音大咖没有露面 我们不知道他是谁 我们不知道他是谁 有请配音间亮相 来自天亮相 不正好 来自天亮相 拿回公司 赞鸡彦 很香 欢迎小鸡彦 我们现在的鼓劝 最后还没有最初的 他人知道 是非常凡的 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轮声音大秀 今天四位声音大咖 会在我们的声音指导团的指导之下 连妹出演一场经典剧目 大话西游之大圣取亲 我的名字叫做 习天大 圣下雨收衣花 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 我猜不着这结局 你们今天这一期可能是最好看的 因为这是一个周星驰特点 太明确的这样一个片段 这个是太熟悉的一个电影了 大雷了下雨收衣服 我不相信你会这样对我 我是不是你 是不是 如果非要在这番爱上 加个七线 太紧张 那个港江很容易就跑出来 普通话配音的压力 就是最大的压力 早已找到一位荣义郎君 中文的难度在于 很奇怪的语言节奏 语言节奏也是接得很紧很快 你需要用很大的气去顶你的胎子 白国祖师爷喝过核心酒 你就是我牛家的人了 哈哈哈哈哈哈 小大里别乱动啊 大雷龙 下雨收衣服啊 我的确认识一个朋友叫至尊宝 他有一些话托跟一个叫自侠仙子的人说 是不是你 至尊宝 停 我问是不是你啊 是不是你 是不是 是不是 说 说 说说说 是啊 对了 他说 他已经回到从前的地方 还希望仙子你能够 早日找到一位如意郎君啊 你别跟我开玩笑之尊宝 再说一次 我的名字叫做 几天大 上 我今天要你的命 芭蕉山 我要把整座城都删到太阳那边去 哈哈哈哈 好大一条狗啊 北方我做正经事 要死就死远点 等等 还骗我 我说过了你认错人了 我的一种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 我没有真心 等我失去的时候 我才后悔莫及 人世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此 如果上天 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 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 我爱你 我爱你 今天这一期节目从头看下来 我相信在场的五百位观众和新生班都会特别纠结 你们会为谁来拉票 我会把票投给豆霄吧 他的配音给我的冲击力是最大的 你想怎么玩怎么玩 今天要给我的师哥豆霄拉票 特别厉害 让我认识到了原来真的有这种干一行行一行 一行行行行的人 最后的大圣取亲这一块 祖兰老师其实挺吃亏的 因为他会有自己的那个方言在里面 其实祖兰老师之前配的欢乐好声音的九个动物 唯妙唯笑 拟音 所有的十几种声音全部都很像 所以我支持王祖兰老师 谢谢 声音指导团 吴岳我是一直非常欣赏他 武术运动员讲究的是纯技巧 学表演的人要走感情 他是把这两件事结合在他一个人身上 今天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 柯兰 你给大家带来了非常美妙的作品 真是精益求精啊 谢谢 我说是阻拦 我真没想到他蕴藏的能量这么大呀 小弟弟 真受不了 就配音而言 我想问你还有配不了的角色吗 没有 没有 真的没胆 你发现了没有 无法阻拦 斗肖 在配音的时候也是让我惊艳 跨度太大了 开始的焦点的自爆家门 到最后那个虎媚 让我震惊 最年轻的一位 前途无量 好 此时此刻就是现场五百位观众 你们要行使自己权利的时候了 到底谁是最喜欢的那个声音呢 请投票 今天确实是历史上比较难投的一局 对 胶着 确实不好选 你们投了几号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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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看大屏幕 生灵奇境 手机在线青少儿英语 VIPKID 学青少儿英语 上VIPKID 喜马拉雅APP 生灵奇境 待会儿见 喜马拉雅APP 生灵奇境 现在继续 您现在收看的是 由喜马拉雅APP冠名播出的 中国首档原创声音魅力敬眼秀 生灵奇境 现在下载喜马拉雅APP 即可领取百元红包 参加投票等活动 还有千台iPhone和小雅智能音箱等你来抢 共同分享超级大奖 特别鸣谢 甄选产品安居客 挑心房 二手房 上安居客 感谢拼着买更便宜的拼多多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请看大屏幕 到底谁是本期生灵奇境 现场观众最喜欢的声音 不要 integral 太好了 平啊 平 好 小临奇境 你以前有过六期吗 没有啊 平跳 也就是本场晋级两位对吗 恭喜斗肖和祖兰 成为本场观众最喜欢的声音 他们也将进入声林奇境年度声音声典 我都很惊讶 女生奖项现在下载喜马拉雅APP 进入节目专区 就能为你喜爱的声音大咖投票助力 喜马拉雅APP是节目唯一的投票平台 还有机会亲自为他们颁奖 那同时呢 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上微博 搜索声林奇境发表你独特的见解 投票选出本期你最喜欢的声音作品 登陆今日头条 参与声林奇境超级话题互动 边看边聊 上西瓜视频搜索声林奇境 看原生影视作品 此外还有更多新鲜的精彩资讯 竟在新浪娱乐有关于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关注湖南卫视身临其境官方微信微博 那您也可以在芒果TV爱奇艺观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下一期再见 下期再见 今天的主题叫做声音自活战 上半场惊变之声 相当残酷啊 好紧张 每个人都是拿到大锤来了 复活赛准备第一次多了很多位 都做了什么 我来玩了吗 谁知道我爸爸在哪儿 那他一定没有消毒呢 把他给去 上来就是拿最难的 那既然他配了这个 不只能临时换了呢 我们将冲在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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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冲在地上 这个冲在地上 下半场车轮大战 你都叫我小姐了 那我自然是娇生惯养的 我做事情可是要人家哄着的 真的是拿出了总决赛的感觉 这已经顶得这儿了 特别希望大家眼前一亮 我这一辈子 再也不会爱上任何一个女人了 几乎是天衣无怪 遗憾的是只能有一个复活 谁会拿到年度声音盛典的 最后一张门票 请投票 生灵奇境 收集在线青少儿英语 VIPKID 学青少儿英语 上VIPKID 喜马拉雅APP 生灵奇境 待会儿见 喜马拉雅APP 生灵奇境 现在继续 生灵奇境是一档 非常富有专业新品 可以让你去无线 挖掘自己潜能的配音节目 我觉得真的是很专业的人 才可以去做这个事情 有这么多的优秀的演员和艺术家 我就是来学习的 真的很感谢生灵奇境 非常受启发 你们选择了非常优秀的演员 还有专家 因为他们真的眼睛独辣 眼光独到 生灵奇境 它这么的入人心 我觉得这个节目 它真的是很爱护每一个演员 我觉得生灵奇境 会被越来越多的人喜欢 我也推荐更多的人 来挖掘自己的小宇宙 你不在 我跟谁说去 当身影依旧 感动还是没缘由 你和我 共银河国 我跟谁说去 你们应该 being MEMBA 我叫什么 竬笔 你说